金星可能存在零化氢,而专家曾称或有生物移动,难道真有生命? 在太阳系之中,除了地球之外,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还有其他天体上面存在生命,例如金星、火星、木星的卫星等,零化氢是一种无色、剧毒、易燃的气体。 但是科学家们如果真的在金星上发现了零化氢的存在,那么意味着金星真的可能存在生命。 我们在生命的划分之中,有艳氧生物的存在,甚至在2020年科学家们发现了不需要呼吸的动物,所以这一小部分的生物可能是比较符合金星的大气条件。 有零化氢意味着没有充足的氧气存在,但有可能证明是存在艳氧生物的。 俄专家利用的是金星探测器给出的结论,根据科学报告指出,是根据苏联金星9号、金星10号、金星13号和金星14号探测器得出的,俄罗斯专家根据1975至1982年间获取的金星表面全景图像做了新处理。